车祸前最后画面曝光 游览车速度平稳开上苏花公路 最后测得速度时速45 速度平稳 灾掉在北返途中撞上山壁 夺走六条性命 16号晚间 检察官率队 前往位在半桥的游览车公司 腾龙通运 查扣车辆保养资料 这场里民出游 造成六人死亡 两天一夜花莲国旅团 每人团费3990元 入住花莲号称 最美饭店的理想大地酒店 快乐出游 却无法平安回家 不同于一般车祸 游览车由于撞击连续壁 车体像被轰炸过 破了一个大洞 连座椅都被连根拔起 夺命座位区也曝光 死者大多集中在左后方 五至七排 撞上山壁破大洞 冲击力最大 座椅当场抛飞车外 乘客疑似没有系安全带 掉落水沟造成六人丧命 开心搏旅度假去 但命丧六人再也回不了家 究竟是人为还是机械故障 检警将逐一调查旅行社 游览车和肇事司机 不让六条宝贵人命 白白葬送 记者宜兰台北综合报道 不让五条一调查旅行社 调查旅行电节